生活在这个世代 每天都会听到或看见一些令人难过的事 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是一个迫切而且有力的呼求 代表着天父救我啊 凶恶有三大类 凶恶的人 包括那些压迫人的 说谎的和不信上帝的 今天世界充满了凶恶的人 他们有的会使受害者 因为忍受不住压迫而精神失常 至于凶恶的环境 则会使人的身体或精神上受到捆绑 失去自由 引起贫穷疾病天灾人祸等等 另外由于人自私 骄傲贪婪的罪 甚至经济衰退 各种疫情 种族冲突 也都会造成凶恶的环境 还有一种凶恶 就是凶恶的内心 人内心的恶念 在行为上表露无遗 包括凶杀 奸淫 偷窃 憎恨 甚至内心的孤寂 这些都会使人 失去人生的意义 罗马书七章十九节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使徒保罗说 他内心有良心和情欲的交战 他想做的反不去做 他呼求上帝拯救他 主耶稣是我们拯救的主 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 战胜罪恶的权势 更从死里复活 表明上帝已经胜过凶恶 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今天面对社会上各种罪恶 生活上种种困难和压力 我感到喘不过气 求你借着主耶稣的救赎 拯救我脱离一切凶恶 我知道最大的敌人便是自己 一切不洁净的心思意念 都出于自己的内心 天父啊 求你赐我清澈纯粹的信 当我陷入凶恶的处境中 能够靠着你的帮助 做光明之子 抵挡魔鬼的引诱 又求你使我安慰 处在凶恶环境之中的人 使他们能够经历 天父的慈爱和拯救 心灵得享平安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